原配的女儿被当作血母女 只是让她给子言输点血而已 家里对她也不薄 一点血又要不了她的性命 一旁的母女二人则是心怀鬼胎的 在商议着什么 原来是担心找人打残顾安双腿的事情败露 杨女笑着表示自己已经买了热搜 一定把顾安勾引姐夫以日上三竿 却是没有询问顾安安 反而对班主任说 有人实名举报 你长期为学生巧姐提供考卷内容 经核实证据确凿 现永久取消你的教师资格 收回学生巧姐所有学籍并通报批评 收回学生巧姐所有学籍并通报批评 体内若从小到时 你就是个精神病了 你说的话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然而这一切全部被躲在墙角的顾安安 听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顾紫言举办的音乐会 镜头下的顾紫言是那么的高贵典雅 和昨天那个蛇蝎毒妇判若两人 谁也不会想到这具皮囊之下 会是一张怎样丑陋的面 此时舞台下的记者正在提问二人婚礼的事 顾紫言露出一副天真娇羞的模样 期待着男友的回答 男友那天早上要在床头放原子 羞辱自己 顾安安则是一脸认真的说 根据人类行为学分析 充电是要付钱的 正道莫一涵想要再说 震惊不已 顾安安谈的 竟然是小日子大师房屋中介先生的绝唱 近百年来 无一人能还原出来大师的 这篇旷石大作 如今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顾安安 谈奏得如此行云流水 这都不是一个水瓶吧 谁给谁伴奏啊 那个拉锯的 别影响我们听当情好吗 顾紫言顿时就扬言要对她百般折磨 而一旁的杨母更是指责顾安安招哉柔 而作为主角的顾紫言 被记者提问到的第一个问题 却是之前陷害妹妹的视频是否属实 是否像传闻中那样是个善度的恶妇 顾紫言焦头烂额的无力应付 柔弱委屈地看着顾安安 成功地倒在了自己精心布局的谋划中 自食了恶果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大家措手不及 就在导演组商议是否暂停直播的时候 顾紫言恶狠狠地对杨母说道 直播不能断 不然我要杀了你 谋害的始作俑者 如今都以真相大白证据确凿 而面对这些累累血债 吃了半天瓜的顾府终于缓缓看愤怒 管家等人也因受不了他人非议 纷纷请辞 轰的一声随着茶杯摔碎 顾府终于按耐不住 现在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你们做事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后果 他大声地 斥责着母门的泪水从眼角滑落 与鲜血昏为了一体 灾难寻中结 刺激因为失去女儿 而已经抑郁的表姐 最后导致表姐自杀 而他纠战雀巢 现在 他跪在那个曾经被他拐卖的女孩面前 求女孩救他一命 可就在此时 浑身是血失去理智的顾正廷 已经追了出来 陈巧和顾紫言不容多想拔几万 话没说完 胸前一阵剧痛袭来 低头一看 只见自己胸前一个血洞 正在疯狂地往外流血 顾紫言手拿匕首 目光呆滞 神色癫狂 嘴里不停地念叨 都是报应 都是报应 顾紫言彻底疯了 顾正廷倒在了血泊中 他挣扎着 让顾安安赶快叫救护车救他 好好地告诉安安 他杀了陈巧 是替安安妈妈报仇的 顾安安低头冷冷说道 原来 你一开始就知道字 都叫安安 现在安安首先要做的是 怎么解释清楚 他的死的附手 于是安安安就说自己是旋女将士 是要造福世人的 没有完成任务 不能离开人间 听到这样的理由 在场的众人 都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只有皇上和淑妃 瞬间释话当场 玄 玄女将士 这皇后莫不是傻了 这么烂的理由 他也说得出来 而安安才不管这两人信不信 只要大众相信就行 在这迷信的古代 死而复生 就是传奇 古往今来 哪个君王在夺天下时 不弄几个神话造势 小白惊讶 安安这是要造势夺天下的节奏啊 没办法 谁让皇帝给赵家 安了个造反的罪名 想要为赵家平反 必须先夺了他的天下 此时的众人 就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 这让淑妃感到了危机 立马指责皇后 看了冰激丸 服下后 脸上的疤瞬间消失 颜值暴标 小白直接看傻了眼 安安难道打算以色弑君 霍霍狗皇帝的江山吗 安安轻蔑一笑 那狗皇帝还不配 我就是替原主不值 为了给狗皇帝守江山 浑身刀疤 还毁了容 他完全可以是最美的 可就在安安回头的那一瞬间 淑妃惊讶的下巴都合不上了 这是赵安安 他脸上的疤吗 现在打扮的竟是如此多 安安可不管他下巴和没合上 而此时 安安正正吐着舌头 被刚才的自己恶心到了 恨得淑妃想要扒了他的屁 而安安要的 就是让这后宫乱起来 那狗皇帝 才能纠缠于后宫荒废朝政 才更方便 他行动完成任务 这才短短几天就升到了昭仪 等孩子生下来 岂不踩到了他的头上 于是就给了皇后宫中的一个宫女 一些好处 让这宫女 以皇后的名义 给殷昭仪送一碗补她 他便宫女说 他想和殷昭仪缓和一下关系 但又怕殷昭仪 不接受自己的皇上的协助 于清敖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这声顿时一片喧嚣 皇帝头疼的 只能将此事暂且压下 以后再以 后宫书妃又对皇帝一阵哭诉 还隐晦地说 那些大臣忽然为皇后说话 肯定是皇后在背后搞的鬼 皇帝一听果然脸色阴沉 狠狠地道挑动朝政 他敢 而淑妃正是抓住了皇帝多疑的性子 罪恨后宫干政 这次皇后死定了 正巧皇后在此时走来 皇帝便试探地问安安 对于大臣们为他鸣不平 皇后是怎么看的 安安只是一副天真的模样 说自己对于前朝之事不太懂 应该也像后宫一样 想争皇帝的宠 所以才借自己的由头罢了 皇帝继续问道 那皇后是否心中真的有不满 或者妄图挑动朝政 听着皇帝这一声声的质疑 淑妃心中畅快 朝臣为皇后辩解是事实 人皇后今天怎么说 定然都会失去皇帝的信任 可下一刻 却见皇后瞬间泪流满面 楚楚可怜 委屈得到 自己如今只能依靠皇上 皇上好 自己才好 哪能像淑妃那么好命 有个哥哥 可以在前朝帮衬他 听了此话 皇帝冷冷地撇向淑妃 淑妃浑身一颤 皇后这是把火力 引到了自己头上呀 于是赶忙表明自己 和哥哥对皇帝的忠心 为此他们兄妹 可没少得罪那些外臣 皇帝见此 只得就此作罢 看着皇帝 搂着淑妃远去的背影 小白气不打意出来 这也太欺人了 而安安却不以为然 淑妃为了得到皇帝的信任 只能得罪更多的人 而自己可以拉拢的势力 也将会更多 果然 墨一涵回来禀报 现在很多大臣 已经对淑妃兄妹俩 开始反击了 而淑妃兄妹对皇后的不敬 也引起了民众的公愤 墨一涵以为皇后 这是要用语